1月8號開始 韋蘭NBA LIVE直播 答對所有通關祕語 就能獲得驚喜紅包 這個嘉年華會的最後一個項目就是 非常多人期待的灌籃大賽 他也不到一百九十公分的身高 但是他的媽媽希瑞來自沖繩 他在美國長大 那灌籃大賽在第一輪結束之後 會取兩位來進行PK 然後剛才其實也在現場進行的抽籤 抽籤的結果 劉俊廷是第二位 對劉俊廷來講 球季中還加入球隊 所以有很多東西 他現在看起來 還在適應日本的文化 對 不過至少讓今天 就是今天 讓日本人看一下台灣航空的厲害 也讓我們台灣人開票前 看一下劉俊廷的灌籃 對 他在中午的一個新秀挑戰賽已經灌過 去年在T1的灌籃大賽飛越了魔獸 因為其實按照這一次的規則是要 大家上網投票用hashtag 對 這比較特別 靠網路聲量 對 60秒內你一定要完成灌籃 然後會有兩位的選手來進入到決賽 但這第一輪也會有評審來給分 10分是滿分 好 第一位選手 剛才抽到千王 對 極錦育英 這個是極錦育英喔 他是做特殊的一個服裝造型來致意 好 極錦育英的灌籃 哇 真的的Cole 哇 他灌到了 對 而且這個服裝沒有影響他在空中被選展 這個服裝在飛到Cole 反而好像還幫他加分 對 這個視覺效果蠻好的 看重播 Oh that's fantastic I love that That's brilliant 空中 還有一個拉桿 對 看得到他確實為什麼會被視為是日本他們封線 很重要的球員 好一些 但是現在這個 不太容易 有9分 有10分 看起來效果真的蠻好的 47分 其實不錯 對 對 47分的分數 可能會覺得說會不會亞洲比較保守 相對 但其實沒有 好 劉俊廷 飛越魔獸的劉俊廷 帶著我們台灣的這一段我們應該聽得懂啦 但就很開心參加這個灌籃大賽吧 然後 雖然我很緊張 但是等一下我會好好表現 其實真的看出劉俊你是緊張的 真的蠻緊張的喔 第一 建議最終力地決定 希望大家要做到的 然後效力的是 輕聲熱力 對 也是小股一道 B1、B2的球隊 預算最少 可能只有某些B1的大球的豪門球隊 像是東京 將近九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但無論如何你踏上來了 對 這個舞台 對 不太容易 比去年飛越魔獸的和平籃球館 容量還要更大 海大 而且他承載了很多亞洲球迷對世界盃的回憶 我相信此時此刻的日本人應該不太認識劉俊 對 青森也不是大的球隊 沒關係啦 60秒內 對 對 劉俊肯定要講要完成一關 不是難事 這算是小事身手 小事身手 比較危險 對 如果以這樣子看的話 因為DJ Stevens還有Cole Philippine還沒有上 看起來有點沒有放開來 對 對 離我們對劉俊填的印象 他可以做到的應該更多 對 這個大車輪也是有點含蓄 對 算是一個小車輪 當然就飛行的距離跟他過去大家知道這種 基本不用助跑就有辦法直接起跳 直接升空 對 對 不過必須說不到190公分亞洲人 他是四個人當中身高最矮的 對 這真的不太容易 這9分應該算是合理 對 46分 1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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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稍微還是有點可惜 對 像 就是去年 對 如果說真的去年要飛越魔獸 今年可能就要太難 大家的標準其實會再提高 可能就真的要飛越劉傳心 劉傳心 劉傳心 226公分 對 他可能會贏 DJ DJ Cole Philippine 他要爭 繼續來連霸最大的對手出現 對 他還有換手 哇 讓我告訴你 DJ STEPHIN 360度之後還有換手 對 來看他做的有 多麼的輕鬆 跨下 再換手 哇 他在空中起來 360度先跨下再換手 以為這只有2K裡面才會出現的動作 2K的灌籃劍 這個難度會高於淨淨淨 雖然第一罐沒有成功 每個動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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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應該直接排在第四位出場才對 Cole Philippine 現在滿分50分 那這樣劉俊廷就等於 沒有辦法再進入到負賽 對 只能說真的不是 那個 他的這個水準 對 真的就不是 一般的亞洲球員做得到 他有點像空將來參加灌籃大賽 所以他現在已經是一個亞洲頂級的 算是 兒洋將的大組 對 那Cole Philippine 他是一個爆發力非常非常好的球員 對 他來畢業 曾經念過是UC Riverside大學 好 現在換一個套路 喔 對 難度也不低喔 對 只是因為他前面失敗三次 拖著進去 那一下的胯下換手 算是 我這個難度可能就很有機會了 對 雖然他沒有辦法做到像360度 雖然他沒有辦法做到像360度 哦 喔 喔 喔 及景欲很開心 不是 怎麼有笑聲 因為秒數 時間到了 這個就算投票網路 X的一個投票也很難幫他 對 也是他 根本沒有想過 他從來沒想過 今天有兩大魔王在前面 他會是晉級的那一位 對 確實在剛剛轉播開始 前一番認為 我也認為說 機型艇可能真的準備 就是驚恐一瞥 看看哪個第三、第四 不過他今天真的是很用心準備 沒錯 其實我覺得亞洲的明星賽 本來就應該是要這樣 要這樣 因為我們有一些的條件 當然跟NBA來講 是很難相比 沒辦法相比 對 對 附堅 附堅 附堅這張牌是DJ Stevens 放到最後 對 因為最後只有24秒 嗯 哎呀哎唷 哇 極頸 會不會 他會不會 會不會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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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是在 應該是在NBA灌人大賽 也沒有看過的招 哦 等於一次兩顆球都進了 對 前後進球 腹肩上籃 打板把球 投進之後呢 接下來DJ Stevens 他在空中接到 這個滑落到籃往下方的球 再做一個胯下 單手塞進 你空中你要先拿到 哇 現在拿到球 你在做這個 這個是真的難啊 這個 哇 哇這個 人不夠高 爆發力不夠好 手不夠長 協調性不夠好 其實這個 缺一不可 這一招如果摳Flipping來用 可能他就沒辦法 做得這麼上手 因為拿不到 他沒有辦法掌握住球 好 好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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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劉俊廷剛才也在現場受訪說 他是有點緊張 很可惜 沒有機會讓日本的觀眾看到他更多的一些創意 以及他的一個能力 那最後的冠軍就是由DJ Stevens 用這個前面看到他第一輪跟第二輪高難度的一個 進球 然後是完成了他在日本直籃比利的灌籃大賽冠軍的目標 我們修 我們今天的轉播工作也到此 將告一段落 非常謝謝小谷為我們帶來講評 謝謝 明天跟辛苦的團隊 下午2點鐘繼續為大家帶來明星賽正賽 我們明天見 拜拜